賴清德這個東西 跟民主化的連結非常的 不清楚 非常的不清楚 然後其實就反映說 那這樣子過去民進黨裡面 為民主犧牲的被關的 那些白色恐怖的這一群人 好像存在的價值 那個歷史的光榮感 不知道怎麼找 所以反而就是說 賴清德應該去 對整個台灣民主化 這個歷程的一個感謝 反而520也有提 在國慶的時候 這部分通通跳掉了 就是這個部分 台灣現在是因為 民主化的議題 才有今天台灣跟中國大陸 這樣的一個兩邊的衝突 因為民主化 他們以前還有提這個不同 所以賴清德反而在這個 國慶裡面 對整個台灣民主化 還有民主化 對未來兩岸關係的重要性 通通沒有凸顯 這個是我覺得他這邊也說 對當前的問題沒有反應 譬如說 因為你要堅持民主化 你要鎖惡台灣 中共要對台灣造成威脅 那對未來兩岸關係要怎麼定位 也沒有明確回應 就是基調還是兩國論 但是李登輝時代他至少還有 民主化這個議題 還要針對中國也要民主化 然後這個要和平 他至少有很具體去回應這些 反而在賴清德的 你看經過二十幾年了 二十五年了 他這個時候的國慶演出 反而沒有二十五年前 當時回應的那樣的清晰 那樣的合理性 那樣的正當性 所以這個是我看他在就整個 兩岸關係的定調 就是說在內政上 他談的比較多 這次內政他談的很多 可是談的很多 這個北中南東部什麼都談啊 談的很細 甚至於連這個租金補貼 還要再提高還談兩次 但是反而很關鍵的東西 譬如說少子話問題 沒談 少子話的對策沒談 然後只談他的三個 三個什麼委員會 總統府三個委員會